Hello大家好 现在好多小伙伴都在问我怎么购买比特币 我也比较纳闷 怎么最近这么多人要想买比特币的 于是我做了一套详细的教程 那么咱们重点来说一下 如何百分之百安全的购买比特币 如果你是新手 第一次接触数字货币的话 也不用担心 这个教程是零基础的入门必看教程 新手小白也可以理解学会 在接触数字货币之前 我给大家做一个高能警告 币圈的骗子和骗局非常的多 咱们新手朋友一定要小心 本期视频会教你怎么识别交易所里的骗子 还有骗局 然后我再把买币卖币 然后提现出金的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什么是提现出金呢 就是说把我们的数字货币 再换成我们的人民币 存到我们的支付宝或者卡里 下面咱们戏桌 这里咱们一带而过 提醒大家一定要认真观看完视频之后 再去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教程目录 这个教程分为五个步骤 第一步是怎么注册交易所账号 第二步呢 我们要在手机上安装交易所的APP 用来我们方便我们的操作 第三步我们要对账号的安全进行下设置 这一步非常重要 下面呢就是如何购买USDT 最后我通过实战演示的方式 把买币卖币提现出金 给大家演示一遍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注册一个欧益交易所的账号 为什么选择欧益交易所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三大交易所分别是欧益币安和火币 目前呢只有欧益交易所 还支持大陆用户注册 币安和火币已经不支持了 另外呢手续费也比较低 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表格 很清楚的看到 每个交易所的对比情况 我就不进行过多的讲解 下面咱们开始注册 注册方法呢也十分简单 我会把注册链接放到视频下方 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了 这里呢重点要给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用下面这个链接 因为使用这个链接注册的话 你会终身减免20%的手续费 是非常划算的 打开链接后直接到达注册页面 我们填写手机号或者是邮箱 都可以进行注册 填写上之后 然后点击领取盲盒 他会给我们发送一个验证码 填写上去就可以注册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现在呢官方有一个活动 注册完成 他会奖励一个盲盒 当然他这个说的肯定比较多 一般情况只能开出来几十块钱吧 具体的话要看运气 你可能运气好 不然你能开出这么多 对吧 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在手机上安装OEAPP 安卓手机的话 安装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直接从官网扫码下载就行 我们来看一下 在官网的右上角 这里有一个向下的箭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箭头指的这个方向 我们把鼠标移动上去之后 他会弹出一个二维码 直接拿手机扫码下载就行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重点来说一下 苹果手机怎么安装 因为国内的苹果应用商店里 没有OEAPP 你是下载不了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准备一个海外的苹果ID 这个海外ID怎么获得啊 我们来直接通过百度搜索 购买苹果ID 使用谷歌也可以 里面有很多都是买账号的 直接可以从他们那买一个就行了 好多都是 基本上一搜一大堆 有了账号之后呢 我们就需要把 第三步我们对交易所的账号 进行一下安全设置 在登陆APP后 不要着急买币 一定要先设置好安全信息 这里呢 我们需要完成两步操作 第一步叫身份认证 第二步叫安全设置 再来大家跟我一步一步进行操作 打开APP之后 我们点左上角 这里有身份认证 在身份认证里面啊 分为基础认证 高级认证和视频认证 我们呢 完成第一项基础认证 就可以进行买币了 如果你以后的交易量大 你可以把这个高级认证 进行一下认证 然后我们返回一下 看下面的安全中心 安全设置里面呢 它有四种选项 供我们选择 有谷歌验证器 有邮箱验证 手机验证 还有防钓鱼码 我呢 选择的是邮箱和手机 这里呢 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 进行选择 有的人喜欢用谷歌验证器的 就把这个打开 到这一步 我们的前期准备工作 就已经完成了 第四步呢 我们就需要购买USDT了 到这里呢 很多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什么是USDT 为什么要买它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USDT 我们的中文名 我们把它叫做太达币 我们简称为USDT 很多时候呢 我们通常把它叫做U 它呢 是一种稳定价值的货币 一U就等于一美元 我们账号里的USDT 是随时可以按照美元的汇率 对坏成我们的人民币的 但我们真实实现当中 美元就是一种通用货币 同样在我们虚拟货币当中 也需要有一种通用货币 那就是太达币 那么我们需要购买比特币 狗狗币 这些数字货币的时候呢 人民币是不能直接购买的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先使用人民币 兑换成USDT 然后再使用USDT 购买我们的比特币 利太坊 这些数字货币 它呢 是一种这样的流程关系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进行一下 购买USDT的实战操作 它的流程呢 这里有 大家可以仔细的阅读一下 下面咱们看我操作 弹出一个选项 我们选择C2C买币 这里呢 有很多商家 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 购买太达币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选择交易量大的商家 防止呢 我们的银行卡被封 我们来看一下 交易量在哪里显示 大家仔细看 每一个商家后面 都有它的成交量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要选择成交量高的 高一些的 这个是6000多 我们再往下找一找 你看这个成交量只有59 这样的大家不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成交量比较高的 大家看这里呢 有一个 12000多的 所以说呢 我们选择这个商家 还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直接点击购买 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写入我们想要买入的金额 比如说我要想买 1000的 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买多少写多少 写上购买的金额之后呢 我们直接点下方的 购买USDT 我们直接点击下一步就可以 现在呢APP上提示 请使用支付宝转账 不同的商家支持不同的支付方式 可以是银行卡 微信 或者是支付宝 当然了这个商家是可以使用支付宝的 下面呢 就是它的支付信息 上面有提示 有我们的购买金额 有对方的收款信息 叫陈业 对方的支付宝账号 我们呢 打开支付宝 给这个陈业 进行转账就可以了 这里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使用自己姓名的账户 进行转账 否则的话 对方会扣一 扣一部分的手续费 然后会把潜在率退回来 这里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假设呢 我们现在已经转完账了 在转完账之后 这里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一定要及时 回到OEAPP当中 点一下 我已转账 通知卖家 这样呢 卖家就会及时的把USDT 转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如果你没有点这个的话 过一段时间 这个订单会就会取消掉 我们的钱就会白转了 所以说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转完账来点一下 我已完成转账 就是这个按钮 这一点啊 我重复了两遍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你点完这个按钮之后 USDT啊 就会到达我们的账户当中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账户信息 直接点返回 回到首页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资产 就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账户信息 我这个账户呢 现在有99.99USDT 你的USDT到账之后呢 就会在这里显示了 有了USDT 可以购买比特币了 第五步呢 就到了我们的实战演示阶段 我将从买币到提现 全流程给大家演示一遍 我们开始买币的第一步呢 就是需要把资金账户里的钱 转入到交易账户 有的同学就比较纳闷了 都是我的钱 为什么有一个是资金账户 有一个是交易账户呢 这里呢 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 顾名思义 资金账户 就是我们的钱在这里存放着 那么交易账户 很好理解 就是我们拿出多少钱进行交易 比如说我们的账户中 有一万U 但是呢 我们不是全部都拿来进行交易 我们可以拿出一千U 进行交易 剩下的还在我们的资金账户里存放着 下面咱们来看一下如何操作 在APP当中 我们直接点资产 这里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可以将资金账户的钱 转到交易账户 同样也可以将交易账户里的钱 转到资金账户 下面呢 我们写入金额 转多少就在这里写多少 我们可以直接点最大 点击确定就可以了 我们返回看一下 现在资金账户里的钱就是零 交易账户就是99.99 下面呢 咱们就可以进行购买数字货币了 我们点击中间的交易按钮 第一次操作的朋友看到这个界面会比较发猫 有好多按钮和数字 下面咱们简单的来说一下 在最上方这里是选择币种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想买比特币 那么我们就选择第一个比特币 然后选择现货交易 也就是第一个 如果你想买以太法的话 我们就在这里选择以太法就可以 以太法的缩写是eth 就可以选择这个 同样也是选择最上面的现货交易 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里呢 一个买入一个卖出 买入我们就点左边的 卖出我们就点右边的 很好理解 再往下看 这里呢是让我们选择委托方式 它呢有好多种委托方式 最常用的是现价委托和市价委托 这里呢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市价委托就是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比如当前的价格是多少 我们看一下 是1873 如果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我们就会以当前的价格立即成交 但是有个同学 想等价格低一些了再买 这时候我们就用到的功能叫做现价委托 它的意思就是说 等跌到我们想要的价格后 自动进行成交 比如现在我们想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再买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选择 现价委托 把价格这里修改一下 改成1800 这样设置之后 等价格跌到1800的时候 就会自动买入 咱们继续往下看 数量这里我们不用管 我们只需要把金额这里填上就可以了 比如我想买1000U 我们这里直接写1000就可以了 那么1000U就可以买到0.55个以太坊 这里呢它是自动帮我们计算的 我们直接点用买入就可以了 当然我的账户里现在只有99U是不够的 它这里呢就提示预约不足 好了买入操作呢 我就说到这里 是不是非常简单 下面咱们来算一笔账 比如说我买入的价格是1600 等过了两天 以太坊的价格涨到了1700 这个时候我们来计算一下收益 是不是就用1700减去1600 就是我们盈利的部分 就相当于我们赚了100U 也就是100美金 假设咱们现在已经赚了100U了 想要把币卖掉 应该怎么操作呢 我们来看一下 回到我们的交易界面 这一次我们是不是应该选择卖出了 对不对 我们选择卖出 下面的委托方式这里 我们选择市价委托 然后选择我们要卖出的数量 这里呢有一个滑动条 我们可以选择卖出50% 也可以选择卖出100% 100%的意思就是说 把我们持有的所有数字货币都卖出 这里呢大家可以根据情况 自己选择 然后直接点击卖出就可以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 最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如何把赚到的U 提现到银行卡 支付宝或者微信 这三项都是可以的 首先呢第一步 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收款账号 这个收款账号可以是银行卡 也可以是微信或者是支付宝 下面大家看我演示 打开APP后 我们需要在我要买币这里 设置一下收款账号 C2C买币 选择右下角我的 这里有一个收款账号管理 我们进去之后需要在右上角 添加一下收款账号 可以是银行卡 支付宝微信都可以 这个呢大家自行选择 添加好账号之后 第二步我们需要从欧义里 挑选一个可靠的买家 在APP里选择我要买币 有的同学会比较纳闷 我们不是要卖币吗 怎么要进买币呢 这里呢买币和卖币是在一个板块 C2C买币 进来之后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一个购买一个出售 我们这一次呢是选择出售 在出售领表这里呢有非常多的商家 我们怎么选择呢 第一步我们要看它的成交量 这个是一万亿 这个是两万 下面这个是五千 所以说呢我们优先选择 一万二的这个商家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呢我们要看商家的注册日期 这个商家呢它是22年11月 成为商家 换一个看法 这个呢大家看 它是2023年4月份刚刚成为商家的 所以说呢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老的商家 也就是说注册日期比较久的 像刚才这个就不错 号比商行 一个二的这个就不错 注册时间也够久 然后呢成交量也非常高 像这样的商家就是比较靠谱的 下一步我们直接点击出售 在这里写上出售的数量 然后点击出售就可以了 我们来试一下 我写一个2U 然后点击出售 然后出现一个确认窗口 我们直接点卖出 这个时候买家那里就会收到对单信息 我们呢只需等着他给我们转账就可以了 一般情况呢只需要两分钟 等他给我们转账之后 我们的界面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买家已付款 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 千万不要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这时候你需要干什么呢 你需要登录到你的 支付宝或者银行卡里 查看一下是否到账 等确认无误之后 再到APP当中点击我已收到付款 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你的USDT就会转到对方的账户当中 就完成了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在卖币的时候 一定要亲自登录银行卡或者支付宝 查看是否到账 到账之后再来点击这个按钮 我已收到付款 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谨慎 因为你只要点击这个按钮 USDT就会转到对方账户当中 这个呢就像我们逃往买东西的时候 确认收货一样 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到此为止呢 我们的入门实战教程就已经结束了 大家有任何问题呢 可以到视频下方进行留言 我会给大家您一解答 想要了解更多币权知识的小伙伴 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炒币大师兄 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最新币权资讯 谢谢大家的观看 为向商务部门备案担任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 广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被广州市月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罚款25000元 2024年1月15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官网通报一批预付市经营领域典型案例 其中一例为2022年8月9日月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根据相关线所对广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检查 警察当事人广州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于2019年8月成立 主要从事上门提供卫生保洁类型的经营业务 与消费者签订有安心到家家政服务协议或安心到家家政保洁服务协议 当事人通过推出家庭保洁会员制消费服务模式 先向客户收取服务预付款并办理电子会员预付卡 其后再分多次向客户提供家庭服务 当事人发出的电子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单卡消费次数在12到96次之间 单卡金额2399元到16999元 当事人于2020年3月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之案发之日 为向商务部门办理备案 2022年8月9日 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为向商务部门备案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的行为 发出折令改正通知书 折令当事人于2022年9月9日前完成备案手续 当事人在折令改正的期限内 仍未能办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备案手续 当事人以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开展家庭服务经营 为向商务部门备案的行为 违反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实行第七条发卡企业 应在开展单用途卡业务之日 其三十日内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备案所指第二项规模发卡企业 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设许 取得是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规定 构成开展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 未向商务主管部门备案的 法行为 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 实行第36条的规定 广州市月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决定则令当时人力及项商务主管部门 办理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备案 并处以罚款两万五千元 临近期末 又是老师又是二胎妈妈的杭州 40岁的董女士化名在辅导女儿功课 是意识情绪激动 头痛欲裂 就一整段围如内珠网膜下枪出血 及脑注重的一种 董女士是一名老师 家里两个孩子 一个年初中 一个小学二年级 进来临近期末 学校工作很忙 家里孩子的学习节奏也紧张 一天晚上 在辅导八岁女儿的作业时 董女士情绪又激动起来 感觉头痛欲裂 还恶心肝偶 休息一会儿没有好转 到黄师大附属医院神经外科就诊 董女士颅内珠血的位置 医院功读 镜头部CT检查 董女士颅内珠网膜下 枪有出血 好在进一步检查 未见血管异常 该院神经外科求 武士主任医师介绍 朱网膜下枪出血 是指颅内血管破裂 血液流入朱网膜下枪的 是脑注重的一种 分之发性 外伤性 董女士属之发性 情绪过于激动是有因之一 经住院治疗 她的颅内出血 基本吸收 顺利出院 医生提醒她保持心情平和 切勿激动 注意休息 黄师大附属医院神经外科 副主任陈军表示 情绪波动过大会增加脑出血风险 平时要避免过度激动或压抑 戒烟腺酒 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定期体检对预防脑处重也很关键 谢谢你们救了我妈妈 让我们全家能过上一个团圆节 9月10日 中秋节 历经2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就冤 浙江省庆原县公安局百山主派出所所长 刘琼带领林警联合多方力量成功 把迷失在大山里 一天一夜的老人送回了家 我妈妈今年84岁了 一早出门 现在还没回家 而且他患有老年痴呆症 9月9日 刘琼接到辖去龙岩村小屋打来的电话 别着急 有我们在 接警后 刘琼立即组织警力赶赴现场 同时联动应急管理 乡镇等部门工作人员 发动村民共100余人联合开展搜寻 时间一点点过去 但是老人的去下没有任何音讯 9日深夜 刘琼始终放心不下 组织民警辅警继续搜寻 搜寻小组不断扩大搜救范围 分多路展开地毯式搜救 9月10日 15时 搜寻小组村来捷报 在河边发现了走失的老人 索性老人无生命危险 刘琼和民警一路护送老人下山 并将其安全送回家中 忙了一天一夜 刘琼和同事又驱车来到河湖村 走访为问生活在养老院的老人 给老人送去了月饼和节日祝福 并宣传起了反扎知识 百三组派出所辖区留守老人多 考虑到催命外出办事路途遥远 老人行动不便 刘琼带头建立一村一警 包村联系制度 还在人流集中的小超市 村委会设立警务工作站 打造365天24小时不打烊的服务窗口 将警务站办到了群众家门口 警察还常常在这大家出身办事 老人们夸赞民警府警 比自己的子女还贴心 从警24年 刘琼始终扎根在基层 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加奖三次 先后获得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 浙江省优秀人民警察 浙江省三八红七首等称号 堂堂妈妈又不能陪你过节了 工作间隙 刘琼拿出手机于远在宁波 读高中的女儿视频连线 今年中秋 刘琼因工作忙走不开 不得不派丈夫前往宁波陪伴女儿过节 夜幕下一轮圆月高悬在天空中 闪烁得景的映照在大山里 刘琼和百山主派出所的民警府警 成为一道让人心安令人温暖的最美夜景 原表题为中秋节 在大山里奋战了一天一夜 近期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 为金融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其中养老金融更是被列入 国家金融发展重点工作 农行广州分行一直仅跟国家政策导向 用心用情做好各类养老金融服务 如支持养老金融产业发展 助力完善养老服务体系 持续推进养老金业务等 截至2023年11月末 农行广州分行已向养老机构 发放贷款近2.65亿元 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达16万户 户军脚村二居同业第一 养老家金融有机结合 打造抗养产业范本 位于广州的珠江国际健康生命城 项目总占地面积611亩 总建设面积超过70万平方米 是整合高端抗养 国际医疗健康管理 综艺康复等资源建设 多维度多层次的康养大成 项目完成后将全力推进 医疗加康养融合发展 积极探索医中有氧 养中有医 医养融合的健康服务性业态 针对老年人在不同生理阶段的需求 特点申定成根据老年人休闲养老 康复养老和医疗养老的基本需求 在功能设计上将康养社区化分为 治理区和护理区分 康复医疗健康管理两大相对独立的工人区 农行广州分行高度重视养老金融的发展 通过金融加养老有机融合 自力探索医性待机多种服务模式 助力养老产业发展 目前农行广州三原理治航 已为该项目提供了超两亿元的养老产业贷款 接触到逐江国际健康生命成的项目后 我们治航除了加快省批和放款效率 积极提供资金支持之外 还针对项目融资方面 遇到的一些问题 结合银行经验提供顾问资质 包括公司在养老行业并购需求上的顾问资质 信息资质 在资金管理上的平台资质 此外在项目投入使用后 农行将为配套为入住老人提供养老服务 家族信托养老基金等金融服务产品 附近的网点工作人员也会定基到养老院 养老机构现场进行金融反诈骗宣传 农行广州三原理治航的相关项目 负责人介绍到 事实上为贯彻落实国务 越关于支持养老家政 托幼等社区家庭服务业发展的相关要求 农行早在2019年就加大对健康养老家政领域等 民生和幸福产业的信贷支持 信贷产品方面 2022年农总行还出台了中国农业银行养老机构贷款管理办法 提出养老机构贷款要向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启示 业法人客户提供资金 用于满足其在建设和运营老年人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设施中的本外币贷款 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和固定资产贷款 农行广州分行全力支持 主将国际健康生命成项目的建设 正式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做好养老金融 这篇道文章和落实总行聚焦养老金融发展的具体举作 农行广州三原理治行相关项目负责任还指出 主将国际健康生命成项目未来将根据老年人不同的需求特点和需求层次 建造相应的配套设施 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功能、全覆盖的配套体系 使入住的老年人可以真正做到老有所益 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用 多错并举完善保障力挺养老第三支柱 当前我国基本大建起以基本养老保险职业养老金 和个人养老金三大支柱为支撑的养老金融体系 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 是我国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重要举作 是意见关乎群众且胜利益的大事 自2022年11月25日 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实施以来 作为养老的第三支柱 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得一年来运行平稳有序 农行广州分行积极参与并满足多样化养老需求的发展 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 推进个人养老金业务 据悉,农行开通了线上电子渠道 和线下柜台渠道办理个人养老金业务 线上可在农行长营、卫、银行等渠道申请开立个人养老金电子账户 线下可柜台开立电子账户和实体卡 农行在个人养老金政策试点后 率先推出养老金实体卡 以满足客户的不同需求 在厂营设置了养老专区 客户可在线上查询缴购买产品 方便快捷 今年上半年推出了养老储蓄业务 最长存期20年第一阶段5年 年利率4%受到客户的认可 目前有15款定期产品 4款理财产品 6款保险产品 50款基金产品供客户选择 可满足客户的多样性需求 农行暖浴品牌近视老化服务险关爱 一个台风天的下午 天空飘着绵绵细雨 给出行政家了许多不无便 一位坐着轮椅的长者 缓缓进入农行广州 将地景置行 客户经理小陈发现后 立马上前迎接 滴上一杯温开水 并热情询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得知孙爷爷想提取养老金 小陈迅速启用绿色通道 陪伴孙爷爷来到现金超贵 一步步耐心指引 我年纪大了 看不清楚 手脚也不利索 陈经理一直跟我说不用着急 服务也很周到 孙爷爷感激的说 办完业务后 陈山小心翼翼的宋春爷爷离开网点 临别时还满心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孙爷爷频频道谢 脸上挂着满意的笑容 农情服务总在身边 在农行广州分行270多个营业网点内 农情暖浴区浴均摆放着牢花镜 雨伞等便利物资 遇到行动不便的老年客户热情的工作人员会主动提前打开玻璃门 参服客户来到干净舒适的爱心座衣等候 安排爱心窗口提供贴心服务 像硬式老服务的需求 针对老年人等特定人群的金融需求 农行开展网点特殊群体 即是老化服务改造等一系列是老化金融服务 上线涨上银行大字版使用超大字体在色彩分辨率等方面采用专业是老标准 页面精简一目了然 大字版首页导航超大按钮方便调其预音助手 告别早来早去的烦恼 60岁以上的客户还刻意见值达人工客服享受专属贴心关怀 同时围绕较多老年客户不清楚银行业务的办理流程 不了解银行的辩明措施 不知道如何操作自助设备和手机银行等痛点难点 农行广州分行制作了关爱老年人暖心服务指南视频 以形象生动 自观易懂得形式 帮助老年客户了解常伴业务的注意事项 网点配置的便利设施设备 常见业务的智能设备流程指引 以及手机银行暖心服务功能等内容 向老年客户提供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